大爷你这算是半个饺子头已经踏入娱乐圈了 你这感觉怎么样 哎呀还是比换火轻死一点 4月11日 檀桥最新视频中的网红二仙桥大爷 已成功打入娱乐圈 为何却要感叹拉火最轻松 二仙桥大爷最早成立于 谈谈交通这段达非所问的经典视频 你得该走哪啊 大日山长 大日山桥 我是说你该走哪个道 真话大道 什么真话大道 你的车子 你车子能拉吗 只能拉一点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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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二仙桥大爷虽然小有名气 却一直继续过着相对平淡的生活 直到2020年 大爷意外被网友们剪辑推上某视频网站 回处区的整国高手 二仙桥大爷的相关视频 必再次成为大家的快乐圆圈 不久 谭桥和二仙桥大爷在多年之后再次相遇 并拍摄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段子 二仙桥大爷 最逐渐活出圈外后 谭桥都忍不住感叹 自己现在要见大爷也都太难了 从侧面可以看到 大爷一直在做自己本职工作 所以还不大习惯跟外界过度打扰 这应该已是他为何感叹 拉获最轻松的来游吧 大家觉得呢